历史上发丘、摸金、班杉、谢灵到底是怎么来的? 不管是班杉、谢灵还是发丘摸金 都是来自现在比较火的盗墓系列题材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 尤其是去年的诺秦湘西 大家估计都对盗墓四大派都比较感兴趣 今天我就给大家按照电视剧的顺序来讲讲这四大派到底怎么回事 先来说说这摸金效位 一、门派起源 摸金效位应该是我们最为熟悉的 因为鬼吹灯的主角胡八一 他们三就是摸金效位 这个摸金的流派始于战国时期 崛起于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当时曹操为了搞到军饷 就让士兵去到汉朝古墓 然后曹操觉得盗墓不是啥好名声 就干脆给盗墓的士兵们设置了两个军衔 一个是摸金效位 另一个是发秋中良将 我们看过三国的人都知道 曹操有头痛症 其实是流子 当时有个叫陈林喷子的祖宗的人 写了一篇文章来大骂曹操 结果居然把曹操的头痛给治好了 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到 而曹率将立士 清零发掘破关裸丝 掠取金宝 自令圣曹流涕 市民伤怀 曹操又特制发秋中狼将 摸进下位 说过谁突 无还不露 这骂的就是曹操道末的勾当 如果没认真看过三国的 可以去看看 书上和电视剧都有这一段 二 作案手段 看过鬼吹灯的都知道 摸进小卫注重风水天下 更是有分金定学的本领 半路出家的胡八一 靠着他爷爷传下来的半本 十六支阴阳风水秘书 就能横行大半个中国 可见摸进小卫的老祖宗们 是有多么的牛逼 摸进小卫 有一套完整的系统 并有专门的切口 技术和术语 不过在胡八一 他们那一代已经失传了很多了 所以只要有摸进祖师爷 穿下来的辟邪之物 摸进服 基本上都可以算是摸进小卫 摸进小卫 讲究两大原则 一是机名灯面不摸进 说的就是 摸进小卫 开关之前 必须要在牧师的东南郊 点一支蜡烛 但胡八一他们 几个经常点三十支 如果在拿宝物的途中 如果蜡烛灭了 或者攻击打鸣了 说明是牧主人不乐意了 这时候必须要把 拿的名气都放回去 然后磕三个响头 才能离开 相传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会出事 而第二个原则 就是做什么都要有底线 牧主人的名气 不能全部拿完 只拿走几件 给主人留一点 不然的话 也是放忌讳的 三 实力指数 我们都知道 校尾喜欢单打独斗 一般配置三到五个人 就差不多了 由负责打洞 散途 放风的 就可以了 所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门派 顶多就是几个人流窜作案 所以 论硬实力的话 顶多就两心 但由于墨金校尾精通 天心风水术和雨形容诀 这分金定学 更是他们的拿手本领 所以 论业务能力的话 他们有五心 再来说说 发丘天官 一 门派起源 这发丘就是上面提到的 发丘中郎将 会有称发丘天官 反正怎么好听 怎么叫 汉朝的五官有将军 中郎将 校尾三级 所以 论之力 发丘中郎将 应该算是摸金校尾的顶头上司 发丘中郎将 发号施力 然后做张活累活的 就是摸金校尾 这么说来 发丘与摸金 其实就是同中同源 但有所区别的就是 摸金校尾行事低调 而发丘将军 则稍显高调 一般都把自己整成大商人 大掌柜什么的 并且 发丘是公开和官府一起合作的 就是 如果发现大幕 发丘便和当地官府 或衙门一起去大幕 然后共同分赞 所以 摸金校尾们 一直都很鄙视 干发丘的 二 作案手段 上面说过 发丘 摸金发丘 同中同源 作案的手段 都是一样的 这里小编就不重复了 唯一要提的就是 因为发丘和官府合作 所以官府也赐给发丘一个大印 上面刻着 天官赐福 百欧禁忌 八个字 说白了 说白了就是做坏事 掌握心理安慰 当然 这么硬也在发丘中 世代传承 所以就成了发丘派的圣物 所以才叫发丘有应 三 实力指数 发丘一般要比摸金校尾要有钱的多 因为发丘只开大幕 并且 适合官府一起开大幕 所以 这成功率基本上是很大的 并且 发丘背后有官府作为后台 生子谷感觉也比摸金校尾硬气 所以 用硬实力 发丘起码有三星 但在胡八一那一带 所谓的发丘基本上已经失传了 少有传人都归为摸金校尾了 所以 论业务能力 发丘也有五星 下面 聊聊班山道人 一 门派起源 班山派 其实是鬼吹灯里最为神秘的一派 他们始于厚瀚 崛起于清朝 因为 老祖忠于 劳山道士有渊源 所以 班山派一般都是 穿着道士的衣服 到处游走 书中 对于他们的描述很少 唯一知道的就是 这姑少 是班山的 个人能力很强 据说 班山一派 都受到鬼动的诅咒 就是 雪丽阳 胡八一 王胖子 他们身上的那个眼睛诅咒 所以 班山派 一直在寻找传说中的 能解开他们诅咒的 木层珠 所以 他们大墓 不为钱财 只为猪子 二 转手段 所谓班山有树 这个树说的是什么深刻字化之树 其实没这么悬乎 都是骗人的 班山派 最擅长的就是用暴力开幕 就是用炸药 砰砰砰 当然 作为道士 他们也懂一些风水知识 不过 不过没有 摩丁发球 懂得多 充其量 也就能破破机关什么的 三 实力指数 上面说到 摩丁校围很低调 但班山道人更低调 像浙古少这种行业内的顶尖高手 就喜欢单干 和刚正面 而且 班山基本上 都不拿名气 所以他们穷 没钱 就是没实力 所以班山派的硬实力为一心 最后一个 班山道人浙古少死后 班山这个流派 相当于就失传了 但由于浙古少个人能力太强 强行拉高了综合业务分 所以 业务能力有失心 最后说说着 谢领历史 一 门派起源 谢领派 说白了 就是一群会盗墓的强盗 也可以理解成会盗墓的黑社会团体 这种派系据说是 源于北宋 崛起于元朝 元朝时期 汉人受到了蒙古人的欺压和屠戮 所以 当时 民间的一些 汉人黑社会组织 就决定去到那些 元朝大官和皇家贵族的墓 谢奋的同时 还能拿钱财 所以 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谢领流派 二 赚手段 都说谢领有假 不过这个假 没有太多的记载 如果非要说 应该就是他们从元朝 皇族墓中到处来的黄金内甲 可以说 可以 刀枪不露 水火不清 所以 一直被传承 都是猜测 谢领派和其他三派完全不同 上面说过 他们就是会盗墓的黑社会组织 黑社会 有什么特点 就是人多是重呗 所以 他们一般盗墓就出动 数百人 上千人 排场 极为的大 其中 不乏有蛮力的满汉 一身是轻 显得空无有力 所以才叫 谢领力士 谢领 讲究 望闻问切 其实就是通过人体的 无感找墓的方法 露情详细的 陈玉柔 更是其中的高手 一双夜眼 简直逆天 所以 谢领 一旦确定大幕 便清朝而出 就算有座山 也能给挖霉了 值得一提的是 谢领的规矩 就是开关之后 要把里面的尸体拉起来 然后给尸体挤大耳光 这一是 谢领老祖宗当年 开原木的一个 谢师奋的方法 二来 是给自己壮胆 三 实力指数 作为 盗墓派系中的黑社会组织 谢领一派不但有钱 而且还有人 所以 实力完全在其他三派之上 硬实力完全可以达到五星 但 谢领除了蛮干 真的没有什么基础含量 故业务能力只有两星 终结一下 综上所述 这大幕式大派系的 硬实力排行是 谢领 大于 发丘 大于摸金 大于班山 业务能力 排行则是 摸金 等于发丘 大于班山 大于谢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转发